近日,有官媒在某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消息,称邓伦偷逃税被处罚并追缴1.06亿元,这一消息让许多粉丝和网友都十分震惊。 据调查,邓伦在2019年至2020年进行了虚假申报,偷税4700多万。 在被调查过程中,邓伦积极配合调查并且主动补缴了税款。 在大家心中,邓伦一直是十分呆猛的倾向,因此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查到邓伦头上。 官媒对此也做出了回答,称税务部门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强文娱领域税收管理。 看来,文娱界此前的偷税漏税的风波并未过去,而是得到了很高程度的重视。 此消息一出,网友和粉丝纷纷在评论区留言,有网友称,为什么明星能赚这么多,却还逃税。 也有网友称,查得好,维护公平。 看来,对文娱界的高收入,大家一直都很不满,相信这次邓伦被查也会让许多群众心里感到平衡。 邓伦作为时下流量响声,依靠帅气脸庞受到众多粉丝追捧。 2012年,他出演电视剧《花飞花,舞飞舞》而正式出道,此后又竟然出演了《新精华烟云》《楚桥传》,《15年等待候鸟》等经典热剧。 不过,邓伦最初清的代表作当属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在剧中他饰演天地之子旭凤,与养子的相爱相杀,虐恋让无数观众磕到上头,演技广受好评。 2018年,他更是获得《国序盛典年度新进男演员奖》,事业发展蒸蒸日上。 近些年,作为演员的他也时常出入综艺。 早前,他参加大热综艺《密室大逃脱》,依靠胆小却又嘴硬的真实性格,收获了一大批迷妹。 最近,他更是参加了综艺《大侦探》的录制,在节目中大谈生活趣事,分享自己的生活习惯,并表示自己有洁癖的习惯,每次上厕所都要先冲一下,逗得现场观众大笑。 如今,邓伦被传出偷睡漏睡丑闻实在是令人震惊,毕竟自出道以来, 邓伦便始终以阳光大男孩正向形象闻名。 近年来,娱乐圈偷睡漏睡的事件屡次被曝,这更印证了一句,从意先从得。 无论怎么说,作为公众人物还是要遵纪手法,树立良好形象。 好了,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。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,留言,订阅。